他是战国名将 一生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他文武兼修 先后辅佐 鲁魏楚三国君王 功高盖世 魏奔前程 他母死不归 魏求功名 他狠心杀妻 他在楚国推行变法 使得楚国国力迅速提升 然而巅峰时刻 他却被万箭穿心 死于非命 后世对他褒贬不一 司马迁评价他 用了一个悲字 那么在他身上 究竟有哪些可悲之处 又是什么导致了 他的悲惨结局 西南政法大学曹琴博士 即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无起的悲剧人生》 敬请关注 无起的志向是成为 清相辅佐万圣大伯的国君 建立丰功伟绩 但由于无起不同常人的思维方式 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 使得他背上了不仁不义不孝的骂名 可是这并没有让无起放弃自己的远大报复 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赏识他的才华 让他施展报复的民主 而他所找的这个人就是魏国国君魏文侯 那么在当时群雄争霸的时代背景下 无起为什么偏偏认定魏文侯就是自己的民主 他又是凭借什么赢得这位民主的赏识呢 西南政法大学曹勤博士 即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无起的悲剧人生 第三集投奔民主获赏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讲我们讲到 无起离开鲁国之后就去魏国寻找他心目中的那位民主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魏国的国君魏文侯 这个魏啊 原本呢是晋国的一个清大夫家族 也就是上一讲我们提到的士士 晋国当时呢有六大士士 晋士 韩士 赵士 魏士 范士和忠行士 其中啊晋士的实力最强 也就是说魏当时在士士里都不算最强呢 但就在范士和忠行士率先被淘汰出局之后啊 魏联合了韩赵两家一起灭了最强的晋士 最终呢韩赵魏三家刮分了晋国的土地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 这也被认为啊是战国开始的标志 魏文侯正是魏国开国的第一位君主 就是在他的手上 魏从一个大夫之家 晋升成了新一代的诸侯国 同时呢寄生了战国七雄之列 还成为战国初期的文化中心 那么这位魏文侯到底有什么本事呢 能创出这样一番事业 看一个君王的气象呢 最关键的就是看他用人的格局 而要看一个君王用人的格局 只要看他能不能用两种人 一种呢是不成职人 不愿意为你效力的人 一种呢是不正职人 品性上有瑕疵的人 一个君主啊 如果能让这两种人忠心于他 而且还能人尽其才 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才 都能为他所用 这两种人魏文侯呢都遇到过 那么他是怎么对待这两种人的呢 怎么让不成之人忠心于他 又怎么让不正之人 人尽其才呢 先来看魏文侯是怎么对待不成之人的 当初啊魏文侯听说国内隐居了一位闲人 叫做段干木 这个人呢师臣于紫夏 他的老师紫夏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儒啊 是孔子的学生 也是孔门使者之一 紫夏也被魏文侯尊为老师 魏文侯听说啊 段干木出自紫夏之门 精通帝王之道 而且这个人呢品性高尚 有君子之风 就亲自登门 想要请这位闲人出山 可是啊 这位段干木不是一般人 高官厚禄 人家不稀罕不喜欢 就想安安静静地做个影视 魏文侯到了段干木家门口啊 段干木听说魏文侯来了 为了不见文侯 居然就从自家的后院翻墙逃跑了 这个举动看起来很奇怪啊 你说你不想当官就不当呗 跑什么呢 还翻墙 人家国君都亲自到你家门口了 出来见一面 又能怎么样呢 这一面 还真就不能见 什么道理呢 孟子 滕文公下说 古者 不为臣 不见 按照古训啊 不做臣子 不见诸侯 段干木不想做魏文侯的臣 他就翻墙逃跑 表明自己坚定的态度 那么魏文侯呢 不但没有生气 没觉得丢了面子 反而的更加敬重段干木 后来又有一次啊 魏文侯坐着车 经过段干木的家门口 看到段干木家大门警地 魏文侯呢 就命人停下车 然后对着紧闭的大门 行俯侍之礼 就站在车上面 手扶着车上的横幕 俯身 上半身微微向前倾 这是表示尊敬的礼 他的仆人就觉得很奇怪了 就问 您为什么要行这么大的礼呀 文侯说 这是段干木家 段干木是一个真正的闲人 我怎么敢不行事礼呢 再说了 他都不愿意做我的臣子 我哪里敢在他的面前放肆 段干木有德有义 和他相比啊 我只是多了些土地和钱财罢了 这就是魏文侯的气度 对一个不臣之人 他可以放下身段 以礼代之 段干木不愿做臣 文侯呢 后来就遵他为师 时不时的亲自登门拜访 去向段干木求教 魏文侯每次见段干木啊 都站着说话 站累了呢 也不敢休息 对于这一点 有人就不高兴啊 因为魏文侯每次见他的时候啊 都是蹲坐在堂上 一副很随便的样子 根本就不讲礼仪 这个人就是宅皇 魏文侯的相 他魏文侯啊 挖掘了不少的人才 他觉得 论地位 论功劳 自己呢 样样都比段干木强 但是魏文侯 却没有以礼待他 宅皇于是啊 就找到了魏文侯 把自己的感想 都讲给魏文侯听 他对魏文侯说 论功劳地位 我都比段干木强 可是您呢 对段干木公公敬敬的 对我一点礼貌都不讲 文侯说 我让段干木做官 他不肯 给他钱 他也不要 所以我就以礼待之 你呢 想当官我给你相位 你要后路 我就给你上亲的待遇 你现在 又要实际的好处 又想我以礼待你 这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魏文侯用人的格局 什么样的人 他都能用 但不同的人啊 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 段干木这样的人 以礼待之 宅皇这样的人 给了你高官后路 也得让你知道自己的位置 这就是君王的用人之道 除了对不臣之人 以礼相待 魏文侯高明的用人之道 还体现在 他敢用不正之人 这或许也是无企认定 魏文侯是民主的 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 魏文侯又是用什么方法 让不正之人 愿意为他效力的呢 西南政法大学 曹琴博士 正在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古起的悲剧人生 第三集 投奔民主 获赏识 在看外文侯是怎么对待 不正之人的 这类人呢 往往有不适之才 但性格上 多多少少有些瑕疵 有的呢 骄傲自负 不可一世 有的呢 冷血暴力 缺少人情味 这些人经常 都不按常理出牌 他们的行事作风啊 在很多人的眼睛里 那都是不合道义的 所以这些人啊 往往分平不好 要用这种不正之人 首先呢 得有勇气和魄力 敢用这种不正之人 像之前讲的 鲁木公 就是典型的 没勇气 没魄力的君主 他不敢用 分平不佳的武器啊 他用这种不正之人 更难的是 让他臣服于你 死心塌地地 为你效力 魏文侯手底下 这类人才就不少 最典型的 就是岳阳 当年呢 魏文侯派岳阳为将 攻打中山国 那个时候啊 岳阳的儿子 就在中山国做官 中山国的国军 派人给岳阳带信 你儿子在我们手上 如果你不退兵 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 岳阳呢 完全不理会 中山国的威胁 是权力的进攻 正当两军激烈交战的时候 中山国的国军 真的把岳阳的儿子杀了 用他儿子的肉 煮了一锅肉羹 还命人送了一杯给岳阳 岳阳坐在 魏军的营帐当中 手里面捧着 自己儿子的肉羹 一口气是吃得干干净净 岳阳振前 吃儿子的事情 很快就传到了 魏文侯的耳朵里 魏文侯知道了这件事 当时就对身边的 一个大臣说 岳阳可以为了我 吃自己儿子的肉 你看他对我有多忠心 那大臣却说 岳阳连自己儿子的肉都吃 还有谁的 不能吃 据战国策的记载 魏文侯听了这位大臣的话 以后呢 对岳阳起了疑心 岳阳祭霸中山 文侯赏其功 而移其心 后来啊 岳阳打了圣战回来 魏文侯啊 虽然赏了岳阳 却怀疑岳阳的忠心 战国策说魏文侯移其心 这个论断不一定准确 魏文侯对岳阳到底是信任 还是心存芥蒂 这个问题啊 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 岳阳的这场胜仗 足足地打了三年 在这三年当中啊 岳阳在外面打仗 朝堂当中 对他的非议啊 从来没有听过 很多人和那位大臣一样 认为岳阳连儿子都吃 实在是太残忍了 还有人认为 岳阳迟迟不攻下中山 说明他确实有异心 终于啊 岳阳打了圣战回来了 拜见魏文侯 此时的岳阳觉得 自己立的大功 得意得很 满脸写着 我是大功臣 魏文侯看到岳阳这个样子啊 就命令手下 把这几年群臣宾客们的上书 都拿来 手下搬来了两个大箱子 魏文侯呢 指着那两个大箱子 对岳阳说 你自己看看吧 这些都是这三年当中 责难你攻打中山不立的上书 岳阳脸上的得意 瞪时就不见了 转身告退 走了几步 又转过身 朝着魏文侯再拜 能攻下中山 不是臣的功劳 都是君王宁的功劳 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啊 魏文侯对岳阳 到底是信任 还是怀疑 如果文侯真的信不过岳阳 他就不可能让岳阳 安心地在外面打了三年的仗 岳阳很可能 早就已经死在了朝臣们的非议当中 至少也会像吴起 在鲁国的遭遇 被彻职查看 但要说文侯有多信任岳阳 我觉得那也谈不上 对于岳阳打仗的本事 魏文侯肯定是信得过的 但至于这个人的人品和忠心 我想文侯应该并不需要在意 因为文侯有本事 也有自信 让岳阳这样的人 效忠于他 事实也证明啊 文侯一句话 就能让得意忘形的岳阳 看清楚自己的处境和位置 把岳阳治得是服服帖帖的 魏文侯这种知人善认的用人方式 让包括吴起在内的很多人 都想投奔他 那么在众多的能人志士中 吴起又是凭借什么 赢得魏文侯赏识的呢 西南政法大学曹琴博士 正在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吴起的悲剧人生 第三集 投奔民主或赏识 就因为魏文侯能做到礼贤下事 不拘一格匠人才 所以呢 能吸引天下的英才汇聚魏都 当时啊 天底下有能耐的 都跑到魏国来了 吴起当然也不例外了 他到魏国之后 先做了宅皇的门客 由宅皇啊 推荐给魏文侯 前面说了 宅皇推荐过好几个人 都得到了魏文侯的重用 那些人呢 也确实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吴起能得到宅皇的推荐 对他来说并不难 毕竟啊 他曾经率领 鲁国的常败军 打败了齐国的常胜军 这样的履历 不是谁都有的 但是要得到魏文侯的青睐 那就要难得多了 宅皇向魏文侯推荐吴起之后啊 魏文侯呢 没有马上召见吴起 而是先问了另外一个人的意见 这个人叫做李奎 李奎是战国变法的第一人 他写的《法经》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 也是后来啊 商鞅带到秦国去变法的教科书 李奎在魏文侯的心目当中 那地位可不一般啊 魏国之所以在战国初期就迅速的强大起来 就是因为李奎率先在魏国实行了变法 魏文侯问李奎啊 你觉得吴起这个人怎么样啊 李奎就回答了两句话 第一句 吴起贪而好色 吴起这个人贪 贪什么呢 贪明 不但贪明而且好色 这个人的弱点很明显 有弱点的人就容易把握 第二句 然用兵司马扬驹不能过夜 但这个人呢 善于用兵 他领兵打仗的本事 比当年的司马扬驹还厉害 这司马扬驹是什么人啊 他可是春秋时期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啊 李奎的意思很清楚了 吴起这颗将心不可错过 魏文侯听过李奎的意见 决定召见吴起 要当面试试他 看看这人到底有几斤几两 吴子这本书相传呢 是吴起的著作 也叫做《吴子兵法》 吴子的第一篇就记载了 吴起初见魏文侯时的情景 吴起如服以兵机见魏文侯 吴起特地穿了一身儒身的衣服 去见魏文侯 但是他给魏文侯的却是兵法 从吴起穿如服这件事情啊 可以看出他对这场面试 那已经是做足了功课了 他知道魏文侯尊儒 我们前面说过啊 孔文时哲之一的子夏 就是魏文侯的老师 子夏的西河学派 就是当时啊 最兴盛的儒家流派 之所以称为西河学派 就因为子夏就住在 魏国的西河奖学院 而这个学派的兴盛 自然也离不开魏文侯的支持了 魏文侯尊儒 那是明面上的事 谁都知道 吴起穿着一身儒服来见魏文侯 不是为了投其所好 而知道你喜欢儒家 我就办个儒身来见你 讨好你 不是 他虽然穿着儒身的衣服 献给魏文侯的 却不是儒家的治国之道 不是儒许 是兵法 这里头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魏文侯的反应 魏文侯将吴起献上来的是兵法 眼睛里闪着绿光 嘴上却说 我对行军打仗的事 不感兴趣 吴起可没觉得自己面试失败了 他知道了 魏文侯这是在试探他 所以他直接点破 我知道您说的这都是违心的话 从您以往做的那些事 我早就已经看出来了 吴起这话 不是瞎说的 自打来到了魏国 他就一直在留心观察 他知道啊 魏文侯一年四季都要出去打练 来觐见魏文侯的路上 他还在观察 观察魏文侯的车 观察侍卫手里面的脊 吴起观察这些有什么用呢 接下来 吴起一一地 把他观察到的这些事情 讲给魏文侯听 主军 您现在一年四季都要出去打练 每次捕到野兽 您都让人把兽皮扒下来 涂上珠红色的漆 在上面画上丹青 在落上犀牛大象这些图案 可是用这些皮料做的衣服 冬天穿了不暖和 夏天穿了不凉快 再看您侍卫手里面的脊 长的有六米多 短的也有三米多 人家正常的长脊才三米多 短的还没人高呢 再看您的车 都是用皮革掩护着 裹得是严严实实的 连车轮鼓掩都加了防护 这车看起来既不美观 坐着去打猎也不轻便 不知道您用它是来做什么的呢 吴起说的这些东西啊 其实都是魏文侯为打仗准备的 那些上了色彩 落了图腾的皮料 就是用来做铠甲的 那些超长的长脊短脊 都是车站的兵器 全副武装的车那就不用说了 那都是战车的规格 这里里外外的误解啊 明明是一副随时要开打的架势 魏文侯还口口声声 说自己对打仗不感兴趣 这不是违心是什么呢 揭穿了魏文侯之后 吴起接着说 您既然有作战的准备 就一定需要我 如果光是有这些 护具 兵器 战车 却没有能使用他们的人 那就像小鸡去招惹狐狸 小狗去挑逗老虎 光是有斗星 结果就是一个死 吴起想告诉魏文侯 光提升硬件那是不够的 还得升级软件 有了打仗的准备 还得有会打仗的人 当然吴起也知道 要撸能打仗的人 魏文侯手底下也不是没有啊 比如说岳阳 要跟他们比谁更能打 那也不是光凭说就可以的 吴起要告诉魏文侯的 不只是我很厉害 我很能打这一点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我 吴起 是为您这位民主量身打造的 所以啊 吴起接着说 我知道您想做一位贤民的君主 我也知道 贤民的君主都讲求仁义 但是面对敌人不敢进攻 这算不上真正的义 看着战死的将士 只会伤心难过 这算不上真正的人 古时候啊 陈桑式的君主 只知道修养德行 不用武力 结果亡了国 有户式的君主 只知道仗着人多 靠武力 也亡了国 所以我认为 真正的民主 一定要对内以文德治国 对外也必有五倍 内修文德 外治五倍 这八个字才是吴起真正要献给魏文侯的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穿着如服 却以兵姬见文侯的玄姬所在 吴起之才 不只是他能为君王打天下 更重要的是 他能和君王心意相通 他懂得魏文侯的雄心壮志 就凭着吴起的这番见解啊 魏文侯当即拜吴起为大将 他亲自布置酒席 让自己的夫人捧着酒壶 在宗庙祭祀 为吴起举行了拜将之礼 吴起呢 终于得到了魏文侯这位民主的赏识 他呢 也即将在魏国迎来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 那么他当初的那个志向 那个不为倾向 不复入位的誓言 能不能在魏国实现呢 他在魏国又会有什么样的作为 下一集我们再讲 谢谢大家 吴起用内修文德 外治五倍的治国之道 赢得了魏文侯的赏识 被封为将 然而对于吴起来说 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 那么接下来 吴起又将会如何去实现 成为倾向的远大报复呢 他最终会如愿坐上 向魏王 在明天的节目里 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吴起的悲剧人生 第四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